同学们大家好 Pagoda HSK我是江欣 今天我在家和同学们一起准备 7月份HS考试六集的内容 所以呢我们在准备7月份考试之前 首先看一下6月份考试的内容 其实很多同学在每次考试时候都觉得很难 但是6月份呢和之前比较起来还可以 就像我们平时练习内容都差不多 所以同学们平时只要做好 最基本的练习听力和阅读 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 最重要是写作 同学们觉得写作是最难的 但是只要掌握好正确的书写方式 还有知道最新的题型 那么其实写作并不难 所以老师呢觉得这次考试呢属于中下 所以呢我们在准备7月份考试之前 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考试呢无论出现什么样的题 只要我们使用正确的方法 其实不像同学们想象的那么难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老师今天准备的内容 听力呢还是一样 在听力的部分找出正确的内容 而且是特别是答案 答案呢只要选好最重要的词汇 只要认真去听 听到的选出来 其实并不是很难 所以老师今天就教给大家一些方法 阅读呢还是一样 同学们觉得呢最难的就是阅读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希望老师准备的练习题能给这次考试带来一些帮助 写作呢一样 老师准备了三个方法 就是说根据最新的题型 难的内容我们怎样去简单的理解和书写 那么我们来今天做一下练习题吧 首先老师准备的是听力的第一部分 老师跟同学们一直强调 就是一定要怎么样先看答案 嗯看答案 答案呢为什么要先看答案呢 基本上找出答案中重要的内容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知道 答案当中有双引号 嗯特别是六月份 听力的部分的答案当中 双引号的呢有两道题 都是正确答案 老师曾经说过 中国人一般表达方式 用双引号的时候 说明这个词很重要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把它 一定要做好标记 嗯做好标记 那么其他的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在这里面 诗词诗词 嗯在这里面诗词作为名词 后面什么传统节日的词语 一定要小心什么呀 数字嗯一定要小心数字 在这位老师做了一下标注 数字一定要小心 那么一定要把它做好数字 嗯一定要小心 其他的呢我们来看一下 少林 哎少林 还有什么呢 这份研究报告不重要 最重要什么呢 教育部 哎教育部 老师要教给大家的方法 就是要听的时候 不要全听 以名词为主 然后呢再听动词和形容词 所以呢在A的选项里面 诗词 B的选项里面 传统节日词语 不重要 重要什么呀 数字 看看是不是识 嗯 还有什么呢 少林一词 一定要做好标记 还有什么 认知度 这个名词 认知度 嗯 最后 教育部 教育部 然后去听就可以了 所以老师今天教给大家 第一个方法 我们在听的时候 内容很难 所以要听词 在这里面出现了什么呀 认知度 后面又看到 有什么呀 认知度 出现了几次 两次 第一次的时候 不知道 但是出现两次的时候 那么它可能就是正确答案 为什么呀 答案中有认知度 这个名词 而且我们在接下来听的时候 肯定会叫什么 少林 嗯 少林 如果是阅读的话 马上就能选出来 但是听的时候 一定要听重点 所以呢 我们就能听到 哎呀 还有少林这个词 直接把答案选出来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看一下 在这里面 第一 第一 第一什么呀 第一 那么在这里面的答案当中 守这个字 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的意思 所以是同一词 那么我们如果看 可以看得懂 但听可能就听不懂 所以一定要掌握好正确的方法 只要听见 重复的词语 那么它可能就是 正确答案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但是很多同学 听到什么呢 在这里面出现了 传统节日词语 所以在B选项当中 传统节日词语 有 但是为什么错误的呢 老师告诉大家 一定要注意什么 数字 在这里面数字 什么呀 前100 100名 但是答案当中 10 所以呢 它肯定 不是正确答案 对不对呀 那么如果一个一个 这么去选的话 那什么时候 才能选出答案 可能它已经到了 第四题 第五题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记住 第一个方法 听到重复的词语 它可能就是 正确答案 来接下来看一下 第二道题 第二道题 一样 我们要先看答案 在这里面答案 就出现了 蜻蜓 蜻蜓不知道什么意思 没关系 我们看到什么呀 这个偏旁不守 就知道 它肯定是什么呀 一种生物 或者是动物啊 或者是昆虫啊 因为肯定有虫子嘛 对不对 不重要 重要什么呀 后面的 说明的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先把什么呀 看起来不像答案 先删去 为什么呢 在这位 B C D 都有飞行这个词 那么肯定说 这个蜻蜓啊 它飞行 飞 内容 作为说明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记住 在这里面 我们要概括性的词语 一定要小心 飞行 第一个 能力 名词 强 要行词 第二个 速度 一定要注意什么呀 后面的这个是慢 那么内容中 最重要是慢 或者什么 快 是这样出题的 第四个答案呢 它肯定 姿态 姿态 不重要 最重要是什么 固定 固定吗 是固定吗 是同意的 能听到 还是听到反义词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内容里面 它说的什么呀 飞行 肯定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词语 所以呢 必吸敌 先看一下 然后呢 再看 它的快 我们听到了 那么肯定 必吸 就不是选项了 那我们再听 必和敌 在这里 必和敌 肯定会又听到了 什么词呢 速度听到了 但是姿态也听到了 在这里面 变幻莫测 出现了很难的词 那么在这里面 一个字 变 变什么呀 变幻的意思 那再讲固定呢 是不变的 所以它俩呢 肯定是反的 法义词 所以呢 体也不是正确答案 所以我们把 必选出来就可以了 如果这样选的话 是不是很麻烦 而且听力的话 肯定不会等我们 那么怎么样 集中精力 听力 准理出来 在这里面呢 最重要的部分呢 是什么 看一下 飞行的耐力 嗯 耐力 第二个是什么呢 能飞几千万里也有 嗯 能飞很长的时间 所以呢 我们把它概括出来 就说什么呀 它的飞行能力 很强 直接选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呢 像这样的题呢 基本上每个月 都会出现一些 概括性的 最少出现 两到三体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呢 平时练习的时候 找出重点的答案 然后再去听 可能会更快的 选出正确答案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记住 第一 一定要选出什么呀 概括性的词语 能力强 嗯 飞行能力强 那么在这里面 它会说 怎么样 飞行能力强 很细 知道 很细节的部分呢 跟我们说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什么呀 像答案中的反译词 快 慢 固定和变化 肯定不会是正确答案 对不对 接下来看一下 听力第二部分 听力第二部分 老师一直强调的 是什么 主持人说的话 嗯 主持人说的话 在主持人说的话 一定要找到什么呀 那嘉宾 你嘉宾介绍 因为他可能会出现什么 顺序的问题 他可能会什么呀 把顺序调换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看到 答案当中 有主人公介绍的内容 一定要把他提前 和主持人说的第一句话 联系到一起 在这里面 主持人告诉我们 答案呢 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 小说 那么他肯定是作家 对不对 我们一定要把他作家 那么听不懂的时候 要找到作家 跟作家有关联的词汇 第二呢 什么呀 他说了水 很重要 如果是阅读的话 有双引号 很重要 对不对 但是听可能 你要小心 嗯 水 他写的作品呢 跟水有关系 所以呢 如果这个答案 出现顺序的问题 肯定会听不到 那我们就找到 什么呀 关键的 答案 什么呀 水 直接选出来 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简单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记住 听你第二部分 主持人说的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 非常重要 第一句话 可以告诉我们 嘉宾的 介绍 所以呢 在嘉宾介绍当中 可能会出题 接下来看一下第二道题 第二道题呢 一样 我们一看答案的时候呢 不要都去看 一定要找出关键的词语 比如说 A 心态 B 感恩 C 平等 题 善良 这样去听的话 可能会更快速的 找出重点的内容 所以在这里面 一定要找出答案的 什么样 告诉我们的一些小技巧 比如说第一个 我觉得 我认为 因为听一听二部分 是问嘉宾的想法的 所以呢 我觉得 出现的时候 后面会告诉我们答案 或者我认为 后面会告诉我们答案 或者呢 嘉宾说明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肯定会告诉 首先 第二 可能不说第二 平时我们做阅读练习的时候 什么呀 其次 像这样的 也可能会 后面告诉我们答案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记住 听的时候 一定要听关键的词语 告诉我们答案的词语 我觉得 我认为 还有什么呢 首先 其次 可能后面会告诉我们答案 在这里面 出现了 我觉得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听 后面会告诉我们答案 然后呢 第二个 是什么呢 首先 首先在这里面 后面会不会有答案呢 出现了 感谢 同学们感恩 可能会选 但是后面 父母 所以呢 他人 不对 不对 对 那么接着看 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个什么呀 第二 其实也就是 其次是一样的意思 第二什么呀 平等 我们听到了 啊 那么直接把 C 选出来 就可以了 其实呢 很多答案呢 并没有很多 很难的词 可能四级 五级的词 也会出现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掌握好 答题 记下 然后看答案当中 我们懂的词 去听 然后再听一些什么呀 告诉我们答案的词汇 那么很快 就会找出正确答案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记住 嘉宾署的话当中 我觉得 我认为 后面的内容 一定要仔细听 还有什么 说明一些的时候呢 首先 其次 或者第二 像这样的 我们一定要仔细听 后面可能会告诉我们 正确答案 接下来看一下 听力第三部分 听力第三部分呢 老师告诉大家 第一个技巧 是每个月 都会出现提醒 听到两个 后面听到是正确答案 但是呢 最近也听到什么 三个 还听到三个 因为有问题嘛 我们要顶到 等到问题出来说 可能前面的内容都忘了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记住 有词汇的时候 可能会告诉我们 选出三个 听到了以后 选出什么呀 听不到的 听到三个以后 选出听不到的 比如说今天的内容 第一个 他告诉我们美食 所以啊 美食 后来我们又听到了什么呢 自然探索 我们听到自然探索 然后又听到了什么呢 城市休闲 那么第三个 那么肯定是什么呀 听不到的选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问题呀 问题的问我什么 不属于 或者是不是 或者没有 反过来问我们的问题的时候 肯定是没有听到的选出来 才是正确的答案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小心 最近一直会出现这样的提醒 老师上次也告诉大家 听到两个答案的时候 后面听到的是正确答案 但是听到三个的时候 那么没有听到的是正确答案 接下来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什么呢 一定要记住重要的词汇 重要词汇 老师一直强调 什么是重要的词汇 就是什么呀 内容的主要内容 我们要把它选出来 还有什么呢 注意什么 时间词 一般基本上呢 题它给变换的时候 用时间词的比较多 所以同学一定要注意 那在这里面 我们先看答案 就知道了 最近经常出现什么 识别 识别什么呢 隐性 经常出现 特别是六月份就出现了 一直出现 因为毕竟呢 现在隐性 什么人脸识别呀 指纹识别呀 一直都是我们现在 一直用的 所以它会经常出题 再看一下 听力的时候 我们听到重点什么呢 今天的主题是 步态识别 那我们就知道 重点是步态识别 所以跟步态识别 没关系的 指纹识别和什么样 人脸识别先删去 那么在这里面 就选出来是最好的 那么两个都是什么呀 步态识别 都有步态识别 对不对 嗯 接下来听后面的词 然后说了名词 动词 形容词 但是一定要注意什么样 时间词 在这里面时间是什么样 就是这个 已 嗯 已 已经的意思 对不对 嗯 已经 但是内容会出现 已经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 阅读题也是这么出的 所以在这里面 什么样 将 听的时候将 将什么呢 还没有 以后 以后 但是呢 答案当中已经 其实像这样时间词 基本上 都不可能是答案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小心 听力也好 阅读也好 像这样的时间词 听到了是最好的 如果听不到 最好不要选它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听到正常的词汇 什么呢 选出 伪装 就可以了 那么伪装 直接选出 B 也是可以的 嗯 像这样的题呢 每道题 方法都不一样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掌握好 正确的技巧 首先第一 先把跟没有关系的 先删去 更集中的去听 剩下的答案 第二 时间词出现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听不到的时候 最好呢 我们就不要选它 而是选择什么呢 简单的词 伪装 听到了 直接选择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简单 因为什么呢 内容当中 在这里面看出来 逃不过 逃不过 偏锁大 但是内容当中 背识别道 是一样的意思 但是 别的表达方式 其他的表达方式 我们阅读可以理解 但是听的时候 可能会听不懂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掌握好 老师教给大家的 正确方法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阅读的部分 阅读的第一部分 老师经常说 出现什么样 连词是最基本的 同学们 如果出现连词 嗯 公讲 是白给你的题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做好练习 而且我们知道了 这样的内容呢 一定要大一点的去看 在这里面 廉词嘛 所以在这里面 哦 就知道了 它肯定是逗号 分开的 嗯 凶掉 嗯 再分开两边 那在这里面 出现的廉词 有两个 一个什么 不仅 而是 是阅读第一部分 经常出现的廉词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同学们都知道 不仅它和什么呢 而且 是搭配 而是和什么样 不是 是搭配 所以呢 必是错误的文章 但是为什么经常出现呢 同学们一看 而是和而且 长得比较像 所以呢 它是什么样 让我们混乱的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记住 像连词 是经常出现的提醒 特别是 不仅而是 你一定要小心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做好 连词的练习的原因 不仅是阅读第一部分 可能阅读第二部分 也会出现连词 阅读第三部分 也会用连词 去选出正确答案 所以同学们 平时一定要做好 连词的练习 接下来看一下 第二道题 第二道题呢 是老师一直强调 什么以数字出题 六月份也出现了 同学们在 阅读第一部分当中 看到数字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把它 找出来 然后看前后就可以了 前面有约 后面左右 是两个同义词 一代删取一个 所以呢 像这样的 就能马上快速的 选出正确答案 一般呢 我们呢 阅读第一部分 是分两集的 要不就很容易的 去找出错误的文章 要不就是需要我们去理解 很难的 所以同学们在 打阅读第一部分的时候 如果有这样的 答题技巧的话 可能会省很多时间 可能把这些时间 省下来 去解答难的 然后呢 念一下呀 或者理解一下 文章的过程啊 是这样的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抓住 这两个好的技巧 希望呢 企业粉能出现 这样两个 类型的题 接下来看一下 阅读第二部分 阅读第二部分呢 平时有老师教给大家的词 很快选出来 但是呢 最近呢 可能有些不是 老师经常教给大家词出现的时候 千万不要慌张 找出正确方法就可以了 首先一定要看答案 答案当中出现的什么呀 一个字的时候 肯定会问我们什么呢 问我们 量词 还有什么呀 动词 形容词 还有一些什么样 副词 很难 所以呢 我们不可能都背呀 所以我们要讲出正确的方法 看一下 在这里面我们出现了 一看就是量词 或者是动词 那么应该怎么选呢 第一个天空当中 出现了什么呢 量 那就叫 选量词 所以把一些什么样 动词 看起来动词呢 先删掉 然后再看后面的名词 名词的同学 一定要记住 不是在中间找 而是找出什么 告诉我名词的 得 得后面肯定是名词 名词呢 一定要从后面开始看 看一下 后面的名词是什么呢 船 船 那么在这里面 名词是船 那么它肯定量词呢 会跟船是一样的 什么呢 偏旁不守也要 所以平时偏长不守呢 练习呢 同学们一定要做好 那在这里面 一样的不守 是哪个呢 马上就能找出来 是什么呢 在这里面 直接选出来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简单 如果用其他的方法呢 肯定还需要阅读 很浪费时间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把阅读第二部分 和阅读第一部分 抓紧 能找出来的 先选出来 把所有的集中力 注意到放在什么 阅读第三部分 和阅读第四部分 因为第三部分 和第四部分呢 是最简单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很多时间 慢慢去选出来 但是阅读第一部分 和第二部分 就不要用太多的时间 用老师教给大家技巧 去选出 正确答案 是最好的 所以呢 如果真的 不知道给选什么时候 一定要看什么呢 偏旁不守 或者什么 一样的字 一样的字 是最简单的方法 因为没有关系的话 不可能出现 同样的步手 同样的字 所以同学们 一样不用好 这个方法 接下来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老师呢 给大家什么呢 是阅读第二部分 经常出现的词 广泛 广泛是经常出现的 所以呢 同学们广泛 出现的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 哦 答案当中有广泛 那么看一下 内容当中 有没有这些词汇 首先第一个什么呀 内容广泛 第二个呢 不要记字 要记字 才 一样的 嗯 它可能跟别的字 再组合起来 所以呢 有没有才这个字 第三个 哇哦 看到了吗 用 用 所以同学们叫 内容 才 用 这些都是什么呀 以前出过的提醒 老师做了一下整理 所以同学们 一看广泛的时候 马上就要看在这里面 哦 有什么呢 哦 有应用 所以直接就把它 选出来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简单 所以呢 广泛呢 不仅仅是在阅读第二部分 可能在听力呀 或什么呀 在我们的阅读 其他的部分 也会经常出现 广泛不仅仅是同学们 知道 内容 还有什么意思 蛮他的意思 所以呢 会经常使用这个词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把广泛 记住 接下来呢 是同学们最苦难的 写作的部分 同学们写作呢 觉得最难 但是老师觉得 只要同学们 找好证据的方法 无论再难的写作 我们都能写 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缩写的内容呢 是找出简单的部分 去缩写 对不对 所以不要去看难的部分 而且同学们 一千字不到都去看 你要写多少个字 你就看多少个字 就可以了 所以老师今天教给大家 第一个方法 删除说明的部分 这个是基本上 在什么创意类的 书写内容当中 经常出现的 因为他发明了 一些什么东西 研发了一些什么东西 会说明这个东西的作用啊 还有他的一些 什么独特的处啊 所以独特的点 所以千万不要去看 比如说 像这样的出现了 心形吸管 啊 他发明了 肯定是心形吸管 对不对 但是后面 什么数字啊 什么做的呀 小时啊 时间正常啊 都不要去看 只要找出 简单的就行了 简单的是哪里呢 在这里面 吃 嗯 吃吸管 所以呢 找出连接的 可以吃 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简单 所以呢 像一般 像这样的部分的说明 就不要去看了 一定要看前后 是最好的 因为中间呢 肯定会都是说明的部分 所以千万不要去看 所以同学们 前后 删除说明的部分 简单的缩写 心形吸管 可以吃 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接下来看一下 第二个方法 哇 好长啊 特别是呢 一般生活小故事 会出现很多什么样 对话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记住 概括对话 概括什么样 就是不重要对话呢 都删除就可以了 其实呢 同学们总觉得 要把对话 一接以后 去转换 千万不要去那么做 因为基本上呢 对话是没有什么 太大的意义的 因为它是继续文嘛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记住 简单的方法 首先一次时间 然后主因公 李克 出现了 为 为谁呢 患者 患者 六级词汇 很难 同学一定要记住 记什么呀 病人的意思 病人的意思 患者和病人 是一样的意思 为患者做什么呢 问诊 患者问诊 患者的名字重要吗 不重要 因为主人公 是李克 只要把李克 记住就好了 李克记住好 一定要记住 我们写作的部分呢 只要记住一个人的人名 就可以了 主人公的人名 其他的人名 就不要去记了 因为十分钟嘛 我们都不可能 把它记下来 所以主人公的名字以外呢 就不要去记了 那在这里面 患者 问诊 问诊 所以呢 像这样 记忆题的描写 很难 千万不要去看 而且有很多的 从这儿到这儿 都是对话 老师给大家做一下标记 从这个部分呢 标点符号 我们就能看出 到这儿都是什么呀 这个部分都是什么呀 对话文 所以呢 像这样的同学们 就不要去看了 因为什么呢 后面他们会肯定 给我们总结 所以同学们 不要去看 在这里面 后面怎么总结呢 他说了连续的 提问过程中 一直问的过程当中 这个李克主人公 找出简单的 一直低头 做问诊 记录 就可以了 所以呢 在这些对话当中 都什么呀 连续的提问 然后回答 还有一些什么 比较难的一些词汇 所以基本上 像这样的 就不要去看了 因为一千字嘛 后面还有很多 内容等着我们呢 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些 没有必要去看 而且很难的都删去 找出简单的 概括对话就可以了 而且内容当中 已经帮我们了 所以我们就不用去看了 在这里面 我看一下 一次李克 随后来的连续的提问过程中 李克一直低头 做问诊笔录 简单的 书写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其实同学们 写作为什么难呢 我们总是去看难的内容 看难的句子 所以会觉得很难 看出简单的部分 找出重点的快速阅读 快速阅读 在十分钟当中 找出重要的部分 简单的部分去记才可以 接下来看一下 很难对不对 但是今年一直出现这样的提醒 什么样的提醒呢 在第一段当中 给我们介绍主人公做什么的 所以像这样的部分 就不要去记了 我们只要看到了什么 这第一个词就可以了 后面呢 这些内容呢 都是给第一个词 做为什么要说明的 所以呢 像这样的 我们连看都不要看 所以最后的方法 老师教给大家 快速找出关联的人物 这个也是在上次讲座 老师教给大家的 所以呢 我们要找到人才可以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 肯定会告诉我们的什么样 七岁那年 七岁那年就知道了 肯定会出现 主人公七岁的时候 人物 那在那边 在奶奶的鼓励下 经常出现的 最近呢 经常出现奶奶的内容 所以奶奶呢 鼓励谁 简单的写也可以的 那在那边 在奶奶的鼓励下 在奶奶的支持下 都是可以的 那么主人公出现了 杨柳 开始学习 刚才我们背的词 独足飘 独足飘 我们当然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一定要记 因为这个很重要 所以呢 我们写作的时候 只能背两个词 只能背两个词 所以呢 这个写作呢 背两个词 一个是什么样 主人公的名字 一个是什么样 独足飘 他做这件事情 其他的就不要去背了 然后呢 找出简单的 为什么呢 放学后 杨柳 每天坚持练习 两个多小时 是不是很简单 把它选出来就可以了 一定要记住 后面很多内容 等着我们 不要把所有的时间 浪费在前面 所以同学们呢 在六月份 考学做的时候 很难 不仅仅六月份 最近一直出现 前面 说明的部分的内容 所以千万不要去看 快速的找出 主人公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的难的呢 我们怎么去缩写呢 七岁那年 在奶奶的鼓励下 杨柳开始学习 读足飘 放学后 杨柳每天坚持练习 两个多小时 毕竟他做这件事 所以他要练习 要学习 所以呢 学习和练习 这样的词 一定要把它记住 可能在其他写作 也会经常出现 那么如果可以的话 出现什么呀 为了 目的 为了什么呀 找准平衡点 放学后 练习也是可以的 但如果觉得 难的同学呢 直接把它删去 也是可以的 因为呢 没有正确答案 只要你简单的 书写出来的话 就会给你分数 所以同学们 不要有太多的压力 我一定要写四百字 不是的 如果你能写四百字 正确的写的话 那九十分以上啊 所以呢 在短期 我们取得六级 分数的时候 一定要找出简单的 可以写的 得到分数就可以了 所以呢 同学们 一定要呢 掌握好老师 教给大家的写作方法的技巧 那么考试的时候 就不会那么难了 而且 不是每个月 都会出现这么难的内容 对不对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平时 做好练习 掌握好方法 然后准备考试就可以了 今天呢 老师给大家简单的 介绍了一些 练习题 最近出现的题型 希望呢 能给同学们一些帮助 希望同学们 能在七月份 顺利的通过 HSK六级的考试 那么今天的讲座 就到这里吧 再见